大家好 我是艾波 今天是2020年的1月30号 大年初六 我在武汉住全世界的家人们 平安吉祥幸福快乐 刚才上午我打算出门到超市和药店去转一转 但是由于家人的一再劝阻 最终没有出门 他们也是为了我的健康考虑 刚刚我就把《道德经原文》的第24章 写在了笔记本上 现在我来叙述一遍 骑者不立 跨者不行 自限者不明 自恃者不张 自罚者无功 自金者不差 其在道也 与时质行 物或物之 故有道者不除 好 我简单的谈一下我对这里这样的感受吧 现在 现在由于科技 由于经济的发展 人们手上有钱了 所以呢 想吃什么 吃什么 想喝什么 喝什么 想玩什么 玩什么 想穿什么 穿什么 反正 手里有了钱 可以满足自己的梦想 于是乎呢 大家的贪婪 比以前更加的严重了 这次 疫情不就是因为吃出来的货吗 但是 我们人类 真的认为 有了钱就能改变一切吗 这就是 大自然对我们人类的惩罚 我们自诩为万物之灵 可以为所欲为 主宰地球 主宰动物 主宰一切 但是真的这样吗 这些人 这几天人们关在家里 外面的小鸟 叽叽喳喳的 他们 自由和快乐 而我们人类 像关在牢笼一样 这不是别人引起的 这个罪魁祸首 是我们自己呀 所以我们应该 好好地反省一下 我们所作所为 我们到底对地球 对动物做了些什么 我们人类 自认为 无所不能 但是 但是你能 让一颗种子发芽吗 让它变成稻米吗 你能让一棵果树 生长果树 结果 利益大家吗 你都做不到 包括现在 我们每天要吃的蔬菜 你能让它生长吗 你不管你是总统 你是大成就者 你能做到吗 你做不到 但是谁能做到 地球母星大自然 它每天在话语管我 在跟我们供养食物 它有 我们这个心态吗 它有主宰过我们吗 所以我们人类 应该好好反省一下 我们的所作所为 不要太狂妄 不要太自以为是了 我们在整个宇宙中 地球就像一颗沙子 我们人类 在一颗沙子上 争夺 自以为是有意义吗 希望 这一次疫情过后 咱们大家好好的反省一下 重新来 善待万物 善待我们的地球 善待我们的动食物 让我们的环境 变得越来越好 也为我们的子孙后代 做一点 实际的事情 好了 今天的分享 到此结束 咱们明天再见